抽中居屋對不少人來說就好像中了綠合菜一樣那麼興奮 如果肯花少少錢裝修的話 其實單位的內籠差不了C樓 今集我阿仙就帶大家去到東涌的玉瓦院 這裏就是去年居屋出售的其中一個屋院 上年11月才開始選樓 而最近就開始入伙了 那我們入伙當然不倒輸了 立即帶大家去到一個剛剛裝修好的單位去看看 Let's go 居屋和私樓其中一個分別 就是膠樓標準是清水樓 一般只有白色牆、廚紙瓷磚 以及一些簡單的基本設備 所以有不少人都會再裝修完了才入伙 就好像我們今天參觀的這個單位 面積就大概380呎 業主就是一對夫婦 要求有兩間房 設計就是行停車風架 看回開則 單位原本打算讓業主選一間房 如果選兩間房 就很大機會客廳沒有窗 因為業主覺得客廳有陽光很重要 所以就作出了取捨 在門口右手邊就用了兩組櫃 選了其中一間房 玄關一邊的獅子櫃的中空位 就可以讓業主放下 銀包、鎖匙等等的隨身物品 而下面和旁邊就做了鞋櫃 另一邊的雜物櫃就用來 放一些電器、擺設 客房裡面就用了灰色、白色和木色做主料 因為空間比較小 所以業主就做了一張大型的組合廠 有書桌、書櫃和衣櫃 而這裡特意做了玻璃式櫃和塗門 可以引入自然光 至於睡床就在衣櫃上面 平時就要靠掛梯上落 大門的另一邊就是廚房和廁所 近年新設的居屋都有開門見次的問題 所以這裡的間隔也有改過 設計師將廚房的牆移出了 同時調整了廁所的入口位置 把入口藏在廚房裡面 廚房用了不同的深淺灰色做主料 再加上銀板、大理石磚和天花滲燈 帶出華麗的感覺 現在新造的L型工作桌 就有齊 梅氣爐、洗碗碟機、洗衣機和高身的雪櫃 廁所同樣以灰色為主 用了浴瓶間間隔開了淋浴位 而鏡櫃中間亦做了幾層的層架 可以放一些日常用品 出來客飯廳是不是很光亮呢? 因為在門的那一邊已經隔了一間客房 所以客飯廳就可以引入自然光了 業主就在其中一邊做了一組電視軌 電視機就可以掛牆 另一邊就留了位置放梳化 旁邊還夠位置放摺桌 至於主人房就在客廳這裡隱藏門的後面 整間房都做了地台增加收納空間 左手邊就有一排到頂的衣櫃 而這邊就做了書桌和床頭櫃 為了視覺上拉高樓底 單位的角處好像牆身和櫃門都做了直條的裝飾 增加空間感 整個單位就參觀完畢了 不知道你覺得怎樣呢? 我自己就覺得一點都不像居屋 像屍樓多一點 還有隔了兩間房 客廳又有自然光影進來 真的挺考心思的 整個單位的裝修連傢俬 花了近34萬 剛才也見過了 廚房和廁所的間隔 全部都收拾過了 多了間隔和櫃 所以這個價錢也挺划算的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想看更多靚盤的話 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Pag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資訊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